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人中等身材 年纪四十左右 就在这时 他又拿出了让胡燕更为惊讶的东西 还没等胡燕反应过来 这名男子就从包里抛出了一袋玉器 大大小小的有五十多块 说是要还给胡燕 这让胡燕一头入水 紧接着男子解释说 玉器是他在广东的大巴车上捡到的 特意从广东赶过来 根据包里身份证上的地址才找到了这里 就是想把东西还给施主 这时胡燕才想起一周前 丈夫林宝贝迪却在广东丢失了一批价值不菲的玉器 正因为丢了这批货 丈夫急坏了 当时还报了警 没想到现在居然有人不远千里把玉器送过来了 看着眼前这五十多块玉石配件 胡燕十分惊喜 而那名男子放下玉器后 也没多说几句话就走了 我觉得人家政府也送货过来 我觉得应该感谢此外的事 然后我就说 要不然把你的号码也给我 然后你到我房 走到别人 到时候我会感谢此外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一个陌生人 千里迢迢的来送玉石 这让胡燕觉得跟做梦一样 这个人简直就是活雷锋 不过在兴奋之余 他也有疑问 这个人是谁 丈夫明明是在广东丢的东西 他怎么舍尽求远的给送到江苏来了 这些问题我们先放一放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批价值不菲的玉石到底是怎么丢的 2012年6月5日中午11点30分 广东顺德的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有人称自己装有玉器的背包在大巴车上丢失了 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 这名丢失玉器的报警人正是胡燕的丈夫林宝威 当时这个李克他说他坐在这个位置 他的包就放在他的旁边 但是我们当时不见到包有什么东西 他说一百多万的玉石人也有点困乱 林宝威跟民警说自己是做玉石生意的 当天带着价值一百四十多万的玉器 准备从广东乘坐大巴车到佛山去给客户送货 因为在车上犯困不知不觉睡着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醒来之后装着玉器的背包不见 他爆声被偷了一个包 包里面除了现金手机 还有一批价值一百四十多万的玉石 那价值比较大 价值一百四十万的玉器被盗不是小事 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 首先办案人员对大巴车进行了仔细勘验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找到了长途客运公司 试图调取大巴车上的监控录像 你好 我们想调取一下UAF8985 这辆大巴车的视频监控 那个监控是一直冒修 那个视频看不到 坏了 坏了 对 案发车辆的随车监控是坏的 无法看到案发当时的情况 随即 民警对车上的乘客进行询问 希望能从他们口中获得些线索 这名乘客证实装有玉器的包是被两个人偷走的 当时那两个人就坐在他的旁边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因为害怕两人报复 他也没敢滋生 并且这名乘客说 他清晰的记得两个偷包的人正是在隆骑大桥 不禁下的车 听了目击者的描述警方分析 这两人作案手法熟练 应该是惯犯 我们去实地去 去带一个那个成员 去实地去那个 看一下具体他是哪里下的车 然后他在我们去到我们确定了 就是在刚过我们隆骑大桥 也是邻居国道的 过了个收费站 前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公交车站 那里就行员就下车 这样子 这就是两名犯罪嫌疑人下车的地方 隆跪隆骑大桥 这一路段刚好有一处警方监控 办案民警立即调取了监控资料 画面中这辆蓝色的大巴车 就是当时林宝威乘坐的大巴车 监控资料显示 2012年6月5日11点38分 当大巴车靠站时 车上先后下来两个人 行色匆匆 下车后 立即搭乘摩堤 迅速从警方的监控里消失 结合此前大巴车乘客的说法 警方判断 坐摩托车离开的两个人 应该就是偷包的窃贼 但是由于监控距离太远 嫌疑人离开速度太快 从视频中无法辨认出他们的相貌 从道路监控视频中 无法找到嫌疑人的去向 因为此前分析 嫌疑人很可能是惯犯 于是办案人员调取了当地 有爬蟹前科人员的相关照片资料 到当初嫌疑人下车的 涌起大桥附近 进行走访 一个星期后 办案人员终于找到了 当天搭载两名 嫌疑人的摩托司机 在警方提供的 众多有爬蟹前科的人员照片中 摩托司机很快认出了 当天搭载他们摩托的乘客 也就是照片中这两个人 资料显示 这两个人 一个是黄某 一个是杨显荣 同时摩托司机 还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的确是有两名男子下来 然后搭乘了他们的摩托车 连坐了一台 就去了 正面一个两家店附近 就下去了 而且当时他们也清晰的反应出 他们当时下去的时候 的确是拿着一个包子 拿着一个包子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初步锁定 根据摩托司机提供的线索 警察很快找到了 当天两人落脚的凉茶铺 但他反规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因为凉茶铺 在当地也是比较火的 经常来往的人都比较多 而且逗留的时间又不长 这两个嫌疑 有没有去过凉茶铺 进行了消费的 他都不确定 凉茶铺的老板不确定 两个嫌疑人是否来过他这里 这次走访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目前警方虽然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的身份 却无法确定他们的行踪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警方的侦破没有进展的时候 从江苏传来了消息 说有人已经把那批玉石 送回到施主家里了 这让警方大感意外 同时他们也觉得这里面有蹊跷之处 五十三块玉器 一件不少并且完好无损地被送了回来 广东警方得知这一消息后 一方面为丢失的物品完毕归照感到高兴 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令警方生疑的另一个原因是 当初施主报案时说 与玉器一起被盗的还有现金和手机等物品 而现在还回来的只有玉器 那时候那个人还给施主的时候 钱包里面的现金都没有了 他的手机也没有了 于是办案民警特意从广东赶往江苏淮安 找到了施主的妻子胡燕 胡燕向民警讲述了当时陌生男子 送还玉器的一些细节 按照当时那名男子的说法 他在车上捡到背包的时候 里面就没有钱包和手机 警察觉得这个前来还玉的人有点可疑 但当时的胡燕并没有多想 价值140万元的玉器 失而复得 已经足以让他感激涕零 胡燕对陌生男子承诺 回头会让自己的老公去重重的酬谢 不过当胡燕向办案人员 描述这名陌生男子的外貌特征时 办案人员更加确定了他们的猜测 随后警方把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拿出来让胡燕辨认 经由胡燕指认 办案人员确定送还玉器的那名男子就是嫌疑人黄某 胡燕说当时黄某还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他 办案人员立即对这个号码进行调查 但是后来一个电话我们查过那个电话号码是那个江苏 宝阳阳阳的电话 新开的就打过两个电话 就是给他老婆一个电话而已 其他电话都没有了 嫌疑人黄某留下的电话已经联系不上 那么现在他会藏身何处呢 千里送百万玉石的好心人居然就是偷了这批玉石的犯罪嫌疑人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他们已经把这批价值不菲的玉石偷到手了 干嘛还要费尽周折的再送回来呢 这一切只能等到抓获犯罪嫌疑人才能得到答案 警方认定送还玉石的所谓好心人和偷盗玉石的犯罪嫌疑人是同一个人 就是广西人黄某 虽然预期被送还给了施主 但警方对两人的追捕工作丝毫没有懈怠 2012年12月底 在案发五个多月之后 办案民警得到消息 黄某再次出现在了顺德的一家宾馆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黄某 广西人 他承认是自己和另一名同伙杨显荣 偷了林宝威的53件玉器 而对于本案的另外一名嫌疑人杨显荣的去向 黄某交代 盗窃得手后他们就分开了 现在杨显荣去了哪里 他也不知道 目前杨显荣仍在警方的通缉中 那么当初黄某二人如何盯上胡燕的丈夫林宝威呢 那那个林宝威他也太大意了 他那个包包放在旁边一个位置那里 他又不保管 放掉到那里 他睡着了 我同样就看见那个 三部就拿出来给我了 据黄某交代 2012年6月5日那天 他和同伙趁林宝威睡着的时候 偷拿了林宝威的包裹 并很快下车 搭乘摩迪离开了现场 随后他们来到一家凉茶铺里 一边喝凉茶 一边打开背包 开始清点战利品 当时背包里面有一个钱包 一部手机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包里面的一个塑料袋里 竟然整整齐齐的放着53块玉器 看见眼前的玉石 黄某和同伴惊呆了 我们也不知道里面 有这么贵的东西 那的玉石 那个翡翠 可能要值几百万的 黄某之前在玉器店里打过工 虽然不清楚 这批玉器的确切价格 但是凭经验也猜得出 这批货应该价值不菲 本想小偷小摸 偷点零花钱 没想到摊上一桩大买卖 两个人惊喜万分 但是很快 面对这些价值百万的玉石 怎么处理 两人出现了分歧 黄某说他胆子小 无意中偷了这么贵的东西 有些怕了 而同伙杨显荣则坚持要求 卖掉玉石分钱 到底是赶快卖了东西 大家分头跑路 还是怎么处理 一时间两人意见不一 最后黄某提出包里的现金 两人平分 各得一千三百元 手机给了同伙杨显荣 至于这些玉器 先由他保管 下一步怎么处理 两人各自回去想想 黄某说 带着玉石回家 犹如报了个烫手山芋 怎么处理这些玉石 让他寝食难安 不久前 他因为在车上爬借 被警方处理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这时的黄某越想越害怕 就是心里害怕吗 心里特别害怕 他害怕被抓到犯重刑 想了一夜 黄某不敢去公安局自首 最终决定 根据施主钱包里身份证上的地址 把玉石送还给施主 第二天一大早 黄某就从佛山赶到了广州 他准备买火车票去江苏淮安 然而出远门对他而言 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黄某说 自己初中都没有毕业 从来没出过远门 最远的距离就是从老家广西 来到现在谋生的广东 活到四十多岁 一直没有离开过两广的地界 不清楚怎样才能到达江苏淮安 为了归还玉石 他特意买了两张地图 一张中国地图 一张铁路地图 然而 依靠着两张地图 从广州到江苏 原本只需要坐一天的火车 黄某却整整奔波了一个星期 黄某说 因为身上带着贵重的玉石 他一路上都提心吊胆 不敢与别人说话 最终经过一周的辗转奔波 黄某赶到了江苏淮安 把五十三件玉器 完好无损地还给了施主的妻子 黄某在归还了玉石之后 便直接回了广西老家 在躲避了近半年的时间之后 他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便再次回到了广东顺德 但很快就被警方抓获 2013年3月27日 黄某因为涉嫌盗窃罪 被依法提起公诉 而对于他盗窃的那批玉石 警方也找到了珠宝鉴定中心 进行了价格评估 我们带着那批玉石 去给那个鉴定人员去甄别 他反给我们的信息 就是那批玉石是真的 是真的 还给了一个指导价 最终鉴定出来 那批玉石是价值 几十一万多的人民币 千里环玉的赎罪之旅 能足减轻罪行 这心里害怕吗 心里特别害怕 他害怕被抓到 判众 审判之后 他又为何使声痛哭 判手的百万玉石 今日说法继继续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今天我们讲博士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欢迎洪老师 你好 这个案件比较离奇 这小偷偷了东西 但是发现太值钱了 不敢要 又把玉石千里迢迢的给送回去了 我们的法律对盗窃行为 它的数额和它的量刑之间是怎么规定的 首先这个是盗窃 这是肯定的 因为它以秘密窃取的方式 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 整个占有的行为过程已经完全实现了 那么在刑法上面叫做犯罪取随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构成盗窃罪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盗窃行为本身来讲 那么按照我国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它盗窃行为显然是属于特别重大的盗窃行为 就因为东西太值钱了 对了 因为我们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 盗窃数额在30万以上的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我们看这个案子 本身盗窃这个预示 经过司法价格鉴定 最后结论是90多万 是三个30万 所以说它从数额上讲 肯定是特别巨大 如果是特别巨大 它的量刑的起行点是多少 10年 10年 10年以上有企图行 一直到无企图行 然后媒体一报道 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否可以成为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减刑 给它从轻发落的一个依据 我认为是这样 虽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因为按照我国刑法规定 就是说凡是可以或者应当减轻处罚的法律都有明确规定 那么像这个盗窃以后回头又把盗窃来的账物 然后又返还给被害人 这个并不在法律规定的减轻范围之内 但是我国刑法也还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说如果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 如果在法定刑最低幅度里面对它量刑还是过重的话 那么人民法院也是有权在这个法定刑以下对它进行量刑 只不过这个判决要逐步要逐迹报到最高法院去进行核准 这就算一个特例了 对的一个特例 黄某偷窃了榨值百万的玉石 然后又千里迢迢的给施主送回去 这一切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然对它的量刑也引起了争议 那黄某最终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呢 2013年5月31日 黄某盗窃百万玉石案 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黄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经过一个小时的庭审后 法官当庭宣判 最终的判决结果 大大触过了所有人的意料 把第264条第52条第53条第72条第1至第3款 第73条第2至第3款的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某科犯盗窃罪 判复有制徒刑7个月 判刑1年 并准罚资金元能币1000元 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是黄某没有想到的 很惊讶了 我都不敢自己都不敢相信 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判7个月还是缓刑 我以为是要10年起步 太惊讶了 去请法官给我一次机会 做人机会了 现在很感动了 黄某说 他上有父母下有妻儿 原本以为会在监狱里蹲上十年八载的 对犯下的过错十分悔恨 没想到这次法官会给这么宽大的处理 而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 法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过以前我们给他看个缓刑 他的社会意义 就是说 对他之前的盗窃行为 我们是认定他有罪 碰住他有期徒刑7个月 但是他社会的相关行为 以及对盗窃对象的加持运势错误 特别是他退 把那个日 53件日 一进都不留 都全部退了 对他这个生活 我们肯定于肯定于 正面的活跃 给他一个智慧 有给他帮的缓信 这里边就有一个法律的技术性的标准 和立法精神 我们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对这个人的特例 您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法律的态度 去对待他的行为 因为我们国家刑法 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当然是对犯罪进行惩罚 还有一个是预防犯罪和教育犯罪人 那么当犯罪人本人 他自己已经通过自己的后续的 积极的这种挽回损失的这种行为 表现出他已经有了悔改 甚至有了比较深的 比较大的这种悔改 那么我们说 这个时候再按照他的犯罪事实 原来对他进行量刑就起不到一个教育的作用 今天这个案件让人有很多的感触 黄某在犯下盗窃罪行之后 又踏上了千里环玉之路 很多时候人会由于一念之差而犯下错误 但更重要的是在犯错之后的悔改和自我救赎 今天的案例再次向我们说明 惩罚只是法律的手段 而扬善才是法律的最终目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日说法 也感谢洪老师参与我们眼神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